欢迎大家收看天下文章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俄罗斯称在俄三个地区上空击落乌克兰无人机 韩国券商向退休散户虚假陈述与H股指数挂钩的高风险产品 乌克兰就方几个白旗论召见盛作大使 对教宗言论感到失望 法国最具投资吸引力 第四年位居欧洲之首 台湾车载激光炮研发或突破 应对中国无人机威胁有办法 请大家收看 俄罗斯称在俄三个地区上空击落乌克兰无人机 美国之音中文网 俄罗斯军方星期一说 挫败多个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领土的攻击 俄罗斯国防部说 其防空系统在布良斯克地区上空摧毁四架无人机 在奥勒尔地区上空摧毁两架无人机 在比尔哥罗德地区上空摧毁另外一架乌克兰无人机 乌克兰国防部星期一发布警告说 俄罗斯将对顿涅茨克、苏美、利涅波罗和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间接批评了教宗方济各 最近说乌克兰应该有勇气同俄罗斯进行谈判的讲话 泽连斯基星期天在晚间视频讲话中 感谢在前线保护生命和人类并用祈祷、交谈和行动显示支持的乌克兰宗教领导人 他说这才是教会 他同人民在一起 不是在2500公里以外的某地 在希望生存和希望摧毁你的人之间寻求实际斡旋 他指的是教皇在接受瑞士广播公司RSI采访时的评论 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Dmytro Kuleba也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说 我们的旗帜是黄蓝色的 我们在这面旗帜下生活、死亡并取胜 我们永远不该举起任何其他旗帜 他并誓言永不投降 库列巴呼吁教宗站在善良一边 不要将敌对双方置于同等地位并称之为谈判 他还感谢教宗为和平不断祈祷 表示基辅希望教宗访问乌克兰 范蒂冈发言人马太奥·布鲁尼·Matteo Bruni 就对教宗的批评回应说 教宗敦促停止敌对 用谈判的勇气实现停火 而不是让乌克兰投降 教宗上月接受瑞士RSI电视台采访时 被问到乌克兰有人支持进行和平谈判 也有人表示 谈判会让俄罗斯的侵略合法化的争论 方几个说 我认为最强一方是审视度视 为民着想 有白起勇气并谈判的人 而且谈判应该在国际大国帮助下进行 红衣主教蒂莫西·多兰·蒂末斯·多兰·蒂末斯·多兰 星期天告诫说 不要脱离上下文看教宗的讲话 他说 你没看全文就永远都难懂 因为教宗说某事实是非常细微的 他并说教宗是建议对话 不是扼要重述 他说教廷后来解释了教宗的讲话 他说 所以乌克兰人民要保持你们的勇气 因为这个世界敬仰你们的勇气 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大主教摄夫丘克 Svyatislav Shevchak 星期天也表示 乌克兰人不想着投降 摄夫丘克在接受美国之音乌克兰语组的采访时说 他可能像所有乌克兰人一样 对教宗的讲话感到震惊 但是梵蒂冈澄清了教皇的话 真正的意思是准备好谈判 这让他松了一口气 波兰外长拉德克 希克尔斯基 Rodek Sikorsky 和乌克兰驻梵蒂冈大使尤拉什 Andrew Yurash 两人都用二战的比喻来谴责教皇的言论 而乌克兰一个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周日表示 只有乌克兰对俄罗斯侵略的坚定抵抗 才阻止了大规模屠杀平民 希克尔斯基在社交媒体X上说 为了平衡 鼓励普京有勇气从乌克兰撤军如何 和平会立即用不着谈判就发生 希克尔斯基并表示 那些呼吁谈判同时又不让乌克兰 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人 就像是二战前对希特勒绥靖的欧洲领导人 泽连斯基说过 他虽然希望和平 但不会放弃任何领土 俄罗斯排除按照基辅提出的条件 进行和平谈判 本文参考了路透社 美联社和法新社的报道 韩国劝商向退休散户虚假陈述 与H股指数挂钩的高风险产品 RFI法广 韩国金融监督院称 监管机构将采取进一步措施 如除以罚款 同时考虑到金融公司向客户提供的赔偿金额 以及为重拾客户信心所做的努力 此前 该部门对韩国最著名的零售贷款机构 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 包括国民银行和新韩银行 以及韩国投资证券公司 和未来资产证券等券商 以查明他们是否违反了任何规定 或对高风险股票挂钩证券 进行了虚假陈述 韩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结构性产品市场之一 这些产品在当地银行等零售渠道 很容易买到 尤其受到韩国退休人员的欢迎 2021年 与中国挂钩的ELS票据的销售期限为三年 目前约有22%的账户 由65岁或以上的老人持有 当时 恒生中国企业指数的交易价格远高于12000点 但此后一路下滑 从2021年的高点下跌了一半以上 原因是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人们对亚洲最大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感到担忧 该指数周五收于5656.72点 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 截至去年12月 在价值18.8万亿韩元的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挂钩票据 未偿还余额中 今年前两个月损失了约1.2万亿韩元 累计资本损失率达54% 该部门称 系统性失误导致销售系统将公司的盈利放在首位 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 韩国金融监督院称 一家银行放宽了内部风险管理规定 该规定要求在波动加剧时放慢销售速度 但银行却提高了销售目标 一家经济公司向投资者推荐高风险产品 而投资者却说他们希望本金得到保护 该部门说 另一家银行谎称股票挂钩产品 在过去10年中没有资本损失 却忽略了披露20年来的损失 韩国金融监督院称 尽管现有的消费者保护规则 在2021年得到了加强 但此前发生了一系列 与侵害散户投资者的复杂 高风险金融产品有关的丑闻 该部门表示 这些消费者保护工具在这起事件中 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 今年早些时候 由于担心资本损失和监管部门的打击 贷款机构停止了股票挂钩证券的销售 韩亚证券HANA Securities分析师 Trey Changgak周六在一份报告中说 预计银行将未受这些产品伤害的投资者 制定赔偿方案 并在第一季度财报中反映这些损失 该分析师说 如果赔偿金额超过1万亿韩元 预计这些银行股将受到短期冲击 其他接受调查的公司包括 韩亚银行、农协银行、渣打银行韩国分行 三星证券、KB证券、NH Investment 与Securities和新韩证券 监管机构就投资者应获得多少损失赔偿 制定了指导原则 韩国金融监督院表示 将从4月开始监督冲突解决程序 并将寻求修订允许向散户投资者 销售复杂产品的制度 乌克兰就方几个白旗论召见圣座大使 对教宗言论感到失望 RFI法广 乌外交部通过声明表示 3月11日 由于教宗方济各最近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声明 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伯卡斯 Visbordas Kobokas 受邀访问乌克兰外交部 库尔伯卡斯获悉 乌克兰对教宗有关白旗的言论 以及需要与侵略者表现出勇气 并进行谈判的言论感到失望 乌外交部指出 罗马教廷首脑不应呼吁 将强权及公理合法化 并鼓励进一步无视国际法准则 而是应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 表明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 齐心协力确保正义战胜邪恶 并向攻击者而非受害者发出呼吁 乌外交部强调 我国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 致力于和平 然而 这种和平必须是公平的 并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和平方案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Dimitro Kuleba 周日通过社交媒体 平台X回应指 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 最强大的是 站在正义一边的人 而不是试图把他们放在相同地位上 并称之为谈判的人 同时 说到白旗 我们知道 梵蒂刚在20世纪上半夜的策略 我敦促大家 避免重蹈覆辙 支持乌克兰及其人民 为自己的生命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库列巴补充说 我们的国旗 是一面黄蓝相见的旗帜 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旗帜 我们永远不会生起任何其他旗帜 我们感谢方几个宗座不断为和平祈祷 我们继续希望 在欧洲新藏地区经历了两年毁灭性的战争之后 教宗能够找到机会对乌克兰进行一次宗座访问 以支持100多万乌克兰天主教徒 500多万希腊天主教徒 所有基督徒和所有乌克兰人 法国最具投资吸引力 第四年位居欧洲之首 RFI法广 爱丽社公近期发布最新数字显示 法国在去年吸引1815个国际投资项目 法国已经连续第四年成为欧洲吸引外资最多国家 就是2023年美国仍是法国最大投资国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网络X上发推称赞 得益于我们的改革和我们提升吸引力的战略 法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 这对就业和地区都有好处 如何吸引国际投资 首先国际投资者赞赏法国政府旨在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改革 如公司税从33%向至25% 生产税减少110欧元 并受益于2023年通过的绿色工业法 一部分如绿色工业税收敌免等措施 其次 法国各部门更加灵活 回应外国企业投资法国的简化请求 法国在2017年通过劳动法令赋予雇主更大的灵活性 产生积极效果 进入法国的国际投资主要集中在这四个关键经济领域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投资占所有项目的12% 在机械和机械制造方面 投资占所有项目的10% 还有医疗保健和农业食品 美国投资居榜首 来自美国的投资在法国仍然位居国际投资者榜首 在2023年达到305个项目 占总数的17% 创造约17000个就业岗位 几乎是其他国家的两倍 另外四个欧洲国家投资占项目总数的60% 其中德国居首 英国 比利时 和意大利 呼吁进一步简化 不过法国美国商会MChem 于2月28日发布了一份喜忧参办的报告 称 法国对美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连续第二年下降 尽管法国仍被认为是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美国商会呼吁进一步简化程序 指出 法国包括劳动力成本 社会环境 税收 以及行政和监管等相对杂性 在法国的美国商会主席 纳塔莎 拉法尔斯基 Natasha Rofofsky 强调说 马克龙总统在2021年宣布的进一步简化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执行 爱丽社公回应2023年全球经济形势复杂 法国对美国投资的吸引力略微下降 但总趋势积极 保护关键技术 有关中国的投资 法国外贸部表示 中国不在法国十大投资国之列 法国官方表示 对前来法国的投资进行选择 特别是在一些主权领域 法国非常谨慎 要保护对关键技术控制 不过在某些项目 如法国Orano公司与中国 STC公司在法国北部的敦克尔克 建立电池生产厂的合作项目 已被确认是 需要在法国领土上 发展这些技术的战略性项目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每年都会对欧洲国家的 投资吸引力进行排名 在过去的四年中 法国被认为是 欧洲大陆最具吸引力的国家 另外 法国政府在2021年10月 推出法国2030投资计划 计划投资300亿欧元 其投资的十大领域包括 如能源和经济脱炭 交通 健康 农业和食品 电子和机器人技术等 旨在重振法国工业 推动科技创新 分析认为 这对吸引国际投资 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台湾车载激光炮研发或突破 应对中国无人机威胁有办法 美国之音中文网 台湾一位政府高级官员 向媒体透露 台湾为应对中国大陆 无人机威胁 而研发的车载激光炮 台湾称雷射炮研发工作 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 今年取得技术突破 并将于稍后进入实测作业 台湾自由时报 去年10月底就曾报道说 以色列为了应对哈马斯 对以色列领土进行火箭或导弹袭击 曾出动最新研发的铁术 Iron Beam激光防御系统 以极低的成本进行防空作战 而台湾负责尖端武器研发的 中山科学院不落人后 也已在进行高能激光武器 及车载激光炮的研发 自由时报在报道中指出 台湾这项代号为雷护专案的研发计划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功率激光武器的研发 并将于去年年底结案 台湾后续还将进行第二阶段中功率 甚至高功率激光武器的研发测试 自由时报上周再次引述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 中科院即去年完成小功率车载激光炮的研发后 今年技术获得进一步突破 可供战场实战使用的50千瓦车载激光炮 已经完成建案 今年稍晚就可以进入实测阶段 自由时报引述不具名政府官员的话说 台湾高能激光武器研发技术之所以获得突破 关键在于有国际好朋友的协助 由于火箭、导弹和无人机泛滥 世界上多个国家都在研发应对此类威胁的低成本激光武器 美军前不久将四辆配备机动短距离防空系统 DM Shorad的斯特赖克装甲车运往中东地区进行测试 特别评估激光武器在沙尘暴等恶劣环境下的效能 同时检视激光武器拦截无人机及其他飞行器的能力 50千瓦激光武器足以抗击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 甚至固定一飞机 因此也是目前多国争相研发的一款新式武器 这款武器可以装备在装甲车辆上 也可以配备在海军舰艇上 自由时报在报道中指出 台湾中科院的雷护专案去年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小功率激光武器的研发 目前进行的第二阶段50千瓦激光武器将配备在台湾自产的云豹八轮装甲车之上 以便进行车载激光炮的系统测试 自由时报引述政府高层官员的话说 台湾中科院的雷护专案之所以持续获得技术突破 短时间内让台湾的激光炮研发从小功率进阶到中功率 关键在于对台湾友好的某国提供技术指导 据报道 中科院研发的50千瓦激光武器已经可以供战场实战使用 计划在今年内完成测试 向台湾各军种展示研发成果 从而使其成为各军种可以下单采购的台湾自造武器系统之一 高能激光武器的使用具有无一比拟的成本优势 一枚防空导弹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 即使以色列铁琼机动防空系统使用的塔米尔拦截弹一枚成本 也在四五万美元左右 但是如果使用激光武器拦截来袭的无人机或导弹 每次使用的成本仅在三点五美元左右 洞察国情香港十二条与西藏十七条的悲惨教训 自由亚洲电台 编者案 香港问题从2019年正式爆发 到今天一国两制被国际社会公认名存实亡 当大部分人认为 北京对港政策的转向是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上任开始 作者程翔却提出 早于1984年草拟中英联合声明时已预示了香港今天的结局 资深记者程翔于80年代代表文汇报常驻北京 见证了中、英谈判这段历史 今年是中英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 又是香港反送中运动5周年 反送中运动是中共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对港人承诺的结果 无独有偶 今年也是西藏人民起义65周年 而这次起义则是中共违背了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结果 西藏和香港人民的反抗 带出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 就是中共的承诺信不得 这是台湾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引以为戒的教训 笔者你从自己采访的见闻谈谈这个问题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 其具体内容正式公报 当时刚刚在北京开会的曾昭柯先生来找我聊天 讨论这份声明 我当时是香港文汇报驻北京特派员 他对我说 您要好好研究西藏17条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提到的17条政策承诺 他同香港12条案 只载入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款内的12条 中共对香港政策两者的核心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今天西藏如何呢 他又说 您做宣传工作 要实事求是 不要宣传过头 曾昭柯是中共在50年代潜入香港政府里面 而且做到很高职级的红色特工 香港远景学校校长 后来身份暴露 被港英递解出境 回到大陆后 继续参与有关香港的情报工作 直到1983年退休为止 退休后 被安排出任广东省的全国人民代表 他逝世后 追悼会的规格远远高于他表面职务 济南大学英文教师所可能有的待遇 这说明他在情报工作方面 曾经对中共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在文汇报时已经听闻曾昭柯的事迹 但要到1983年中共举行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 因为采访新一届代表时才认识他的 他知道我是从香港来的 熟悉英语 平时采访范围也集中在外事方面 这是共产党的惯用词 只涉及外国政府 外商 香港政府高层 香港社会上层人士 所以很喜欢和我讨论香港的政情和社情 我知道这是他的老本行和老习惯 即是说 通过谈话收集情报 但我也不以为伍 因为我自问所知道的事情 并没有什么情报价值 所以也就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 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向他介绍 如此我们成为好朋友 以后他每逢来北京都会找我闲聊 这种友好来往 一直保持到1989天安门事件为止 曾昭科对中英联合声明中的中国承诺 没有信心 当他突然要我好好研究西藏17条时 我直觉觉得他是对中共宣布的香港12条没有信心 因为西藏17条证明是一个失败的经验 否则不会激起藏民在1959年起义 他把已经证明是失败了的西藏17条拿来跟即将施行的香港12条相提并论 明显地反映了他对香港12条缺乏信心 加上他提醒我不要宣传过头 我更觉得他是担心香港12条会部西藏17条的后尘成为一纸废话 如果我大肆吹嘘的话 将来我会很被动 他也是点到极止不肯进一步说明 所以唯有自己去找来两份文件对照一下 中共对西藏和对香港政策十分相似 对比之后发觉西藏17条和香港12条两者却有相同之处 比如 两者皆强调除国防外交之外 地方享有自治 两者皆强调政治 经济 社会制度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 两者皆强调 不实行社会主义 香港有明文规定 西藏则表示 任何社会改革 均需得到达赖喇嘛和班禅等西藏领导人的同意 此三者是最主要的相同之处 其他还有很多雷同的地方 篇幅关系不详烈 如果单从文字看 香港12条要比西藏17条宽松得多 如果17条失败了 那么较宽松的12条的命运又如何呢 鉴于曾昭科的提醒 为了探究香港的前途 我就对西藏问题进行了一些阅读 坦白说 我对西藏的认识 是从香港问题引发的 而为了深入了解西藏问题 我曾经两度访问西藏 第一次是1984年 跟随外交部组织的外国驻京记者团 第二次是1986年 我自己去采访 从西藏东部的拉萨 跨越藏北无人区 跑到西部的施泉河 形成达30多天 全面了解西藏的状况 曾昭科的提醒 使我务必要寻求西藏17条失败的真相 中共没有遵守对西藏的承诺 通过这次30多天的考察 西藏经验最大的启示 就是中共没有遵守他对西藏的承诺 中共违背承诺的关键之处有三 第一 中共违背了保持西藏原政治权利系统不变的承诺 西藏17条中的第四条说 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 中央不予变更 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 中央亦不予变更 各级官员照常共职 第五条说 班禅厄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 应与维持 但这些规定 很快就被违背了 一 1951年5月才签署西藏17条 中共在半年后 即1952年的1月立即在拉萨召开大会 宣布成立中共西藏工委 由张金武任西藏工委书记 张国华任第一副书记 谭冠三 范明为第二 第三副书记 西藏的实权全部在汉人手上 达赖喇嘛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实权机构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 该委员会里没有西藏人 一 二 1956年4月 中共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 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机构 它要害的地方是将达赖和班禅所管辖的政府 至于这个筹委会之下 这样一来 就是实质性地改变了达赖和班禅两个政府的地位 按照中共的地方组织原则 党和政府是两条线 但党高于正 在少数民族地区 党的领导是金一色由汉人担任 政府的领导则可以由少数民族担任 当这个原则同样在西藏推行的时候 就等于实际上推翻了西藏十七条的规定 第二 中共违背了不强迫改革 若改革需要与达赖 班禅等的协商后才进行的承诺 中共先在西藏与内地省份交界处 四川西部 甘肃南部 青海南部及藏民地区 进行所谓民主改革 内容包括土地改革 集体化合作化 从而摧毁藏民传统社会经济体系 又在藏区建立基层政权组织 从而掏空达赖和班禅的群众基础 这些都是内地汉族地区的做法 完全违背了西藏十七条的承诺 除了民主改革的内容同内地无意外 其手段也一样残酷 例如划分阶级 没收财产 组织批斗会等等 中共的所作所为 完全背离了西藏十七条的原则 这些措施激起藏民的反抗 1956年 甘孜 阿坝 甘南 昌都地区的藏民 纷纷起来暴动 为了平息暴动 中共出动军队镇压 包括派出空军的战斗机 对发生暴动的藏民地区狂轰滥炸 二 持续的暴动和镇压 最终导致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 达赖喇嘛被迫出走印度 至此 中共宣布西藏十七条作废 今日西藏 明日香港 有了西藏经验在前 就没法对香港的前景 暴乐观的心态了 我一直担心的 就是这句话 今日西藏 明日香港 不幸的是 当年曾昭科对我的提醒 果然应验 中英联合声明 确实使香港平稳的过渡 1997这个坎 可是五年之后 中共就开始干预香港了 2003年 违背了基本法23条 由香港自行立法的规定 强制香港立法 凑巧的是 西藏十七条也仅仅存活了五年 五年时间 大概就是中共任何宽大政策的容忍限度了 接着的事 大家都清楚了 2008年 中共就提出建立第二支管制队伍 要分享特区政府的管制权 削弱特区的统治权 2007及2012两度推迟香港的普选时间表 2014年发表白皮书 提出对香港实行全面管制权 同年发表人大8.31决议 全面否决基本法赋予香港人民的普选权 当英国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时 中共干脆说该声明已经失效 成为历史文件了 最后还要修改逃犯条例 彻底拆除两制之间的法律防火墙 终于导致香港市民的大规模反抗运动 也毫不例外被中共受益下 港警粗暴地镇压下去 西藏十七条和香港十二条都是权宜之计 回顾这段历史 对中共来说 无论是西藏十七条或香港 美国公司计划 对菲律宾进行超过十亿美元的投资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 Gina Raimondo 星期一 3月11日 在对马尼拉进行正式访问期间说 美国的公司计划宣布 对菲律宾进行超过十亿美元的投资 雷蒙多率领一个贸易与投资代表团 正在对进行菲律宾为期两天的访问 成员来自包括美联行 谷歌 威士卡 微软和私募股权 KKR亚太在内的22家美国公司的主管 这是美国首次向菲律宾派出类似的代表团 路透社报道说 雷蒙多表示 这些投资将扩展太阳能 电动车及数字化等领域 美联行上周宣布 从7月31日起 开通从东京成田机场 至菲律宾第二大城市速度的新航班 美国加深与菲律宾经济关系的努力 伴随着两国在防卫领域合作的提升 美国总统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都热衷于抗衡 他们所见到的中国在南中国海及台湾附近多多逼人的行为 雷蒙多在总统府会晤小马克思总统后 与菲律宾官员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他表示 华盛顿拓展对菲律宾贸易与投资的承诺 通过美国领导的14国印太经济框架延伸到更广阔的印太地区 雷蒙多强调 美国没有与中国脱钩的意图 但是不会让中国获取美国的尖端技术 他说 我的职责是保护美国人民 保护我们拥有的而中国没有的最复杂的技术 包括半导体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不让中国获取并用于强化中国军力 雷蒙多还重申 美国与菲律宾的联盟坚如磐石 菲律宾与美国签有已经73年的共同防御条约 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年久的条约盟国 在马尼拉之后 雷蒙多将率团前往泰国进行为期两天的会晤和会谈 他将带领美国总统的出口理事会成员 寻求美太两国加强在制造业和供应链弹性等领域合作的机会 同时 彭博社周一报道说 菲律宾驻美大使何赛罗姆亚尔德斯 Jose Manuel Romualdez 表示 菲律宾依赖美国及其盟友 在其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勘探能源资源计划上发挥关键作用 他说 菲律宾谋求从与华盛顿强化的安全关系上 获取更广泛的经济好处 罗姆亚尔德斯在马尼拉的一次采访中说 在我们将开始勘探能源的时候到来时 我们将有能够安排如何确保勘探安全的选项 我们在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 不仅美国 而且还有日本和澳大利亚 菲律宾目前在探索开采南中国海丰富资源的几个选项 中国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水域的主权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 南中国海海域预计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罗姆亚尔德斯3月5日说 邀请美国公司在勘探和开发努力上投资 以及与像越南这样的也对南中国海宣称 拥有部分主权的国家举行商讨 都是可能的行动选择 菲律宾几乎所有的燃料需求都需要进口 多年来一直试图在有争议的水域开始能源勘探 包括通过与中国的合作 马尼拉与北京之间的谈判 因双方日益增加的紧张陷入停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任何在南中国海开发资源的努力 都不应当损害中国的海上权利利益和主权 中国推动谈判和对话 合理解决海事纠纷 包括资源开发 点亮中国民主之光 第十一届奥斯卡自由人全奖颁奖典礼 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 美国之音中文网 由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 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主办的 第十一届奥斯卡自由人全奖颁奖典礼 在3月10日在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行 现场共有200余人参加 本次获奖的团体是深圳公民联合会 获奖个人分别是牛腾宇 周世锋 徐勤 邓红成 奥斯卡自由人全奖 点亮中国民主之光 华人雕塑家 奥斯卡自由人全奖创办人陈维明表示 这次活动主要是为了褒奖那些 在中国维权第一线 为国家民主 人权和自由 做出贡献的人 他们现在住在牢里 来不到现场 有些是他们的亲戚朋友 替他们领奖 我感到非常沮丧 那些真正为民主做出贡献的人士 他们不能来到现场 这是我们每一次颁奖最大的遗憾 国安他们非常的紧张 得奖的个人和团体 他们的家属被找去喝茶 甚至被抓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奖项是非常恐惧的 因为这会引起中国人民反对的声音 引起更大的校友和样板 他们就像一个在黑夜中的灯塔 展示他们不畏强暴 为中国民主进行奋斗的那种精神 几量 陈维明说 陈维明强调 有些人只是转发了一些帖子 就已经被抓了 这次被评奖的这些人 就像奖杯上设计的一样 捧着自己火热赤城的心 在上面写着人权和自由 共产党害怕的就是 人们看到真相 那么多先行者 后面有更多的追随者 为中国的民主发声 这是他们最为害怕的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评奖 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所以他们在范围内控制 不让这个传播 传播的人被抓被捕 其家属被抓捕和问话 这就是他们所害怕的 陈维明告诉美国之音 华府智库对话中国所长王丹表示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 奥斯卡自由人全奖的颁奖典礼 他希望今后每一年都能到场参加 让中国的民主事业在美国发展壮大 作为一名89人 他向所有民主斗士表达敬意 希望获奖的人能够坚持抗争的精神 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 能够坚持抗争精神 我觉得勇气是中国人推翻专政的必要武器 我希望他们继续有这样的勇气 王丹说 王丹指出 这个典礼的意义主要是给中国国内的人鼓励 国内那么多的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 还有很多勇敢的人站出来行动 我们在海外虽然没办法直接帮助到他们 但在海外表达我们的声援 我想对他们至少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行动是为世人所知的 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奖杯上的勇气 支持中国民主斗士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说 今天这个活动我一直觉得很重要 这个奖最大意义在于 鼓励国内的和支持国内的人进行抗暴斗争 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的暴政是非常凶残的 它比历史上的很多暴政都要更凶残 它利用人性的贪婪 恐惧 希望用这样的方式镇压人民对它的反抗 国内很多人敢怒不敢言 还有许多人被共产党洗脑 王军涛指出 习近平不是要讲中国的故事吗 这些获奖的中国人 更能清楚地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 14亿人在一个国家大变革的时候 觉醒的少数人很重要 我们在这里去支持他们 声援他们 他们在精神上感到一丝慰藉 他们能够勇敢地战斗 能够坚持下去 最后我们的国家多数人 才有机会投入到变革当中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在支持前线的勇士 打开中国的局面 打开未来的希望 在一个至暗的时刻 其实光很重要 这束光将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和前景 王军涛告诉美国之音 奥斯卡自由人权奖组委会负责人王英国表示 这一届奥斯卡自由人权奖有几个亮点 第一是 所有国内抗争的人都有提名权和投票权 第二是 这一届的提名人特别多 仅官网上的提名人就有16人 第三是 这一届的大佬比较多 比如董广平和常伟平 一辈子都在抗争 甚至在被关押打伤致残的情况下 仍然在坚持发声 不妥协不屈服 投票人分三块 第一是在洛杉矶的民运人士 第二是 所有国内一线抗争者 第三 是海外所有民运抗争的民主人士 这次投票人的眼光相当独到 选出的人是忧中选忧 是值得大家敬仰和钦佩的 王英国说 王英国指出 所有提名和得奖的人 几乎全部被恐吓 上门 比如说 徐勤的老公汤志 电话联系不上 已经被控制 被要求跟徐勤离婚 而徐勤本人已经被消失 生死不明 周世锋自从回家后 就处于失联状态 经常被上门 所有翻墙的聊天工具 都被卸载 处于关停状态 深圳公民联合会 几乎所有成员都被恐吓 有13人被判有期徒刑 被关押的 总共有20多人 涉及到的人员 差不多300人左右 中国民主党常务副主席 借力鉴强调 这个奖的初衷 是希望关注国内一线 抗争的异议人士和勇士们 他们的安全 处境 是大家最担心的 也是涉这个奖的初衷 比如牛腾宇 因为中共在海外 抓不到曝光习近平家族信息的 罪魁祸首 只能在国内抓捕 恶俗危机的牛腾宇等 20位在国内的孩子们 他们是这个事件中 最大的受害者 替罪羊 这是非常令人愤怒的 牛腾宇被重判14年 各种酷刑折磨伤害 这么一个人权惨案 令世界发指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以154票第一名当选 借力鉴在接受 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奥斯卡自由人权奖表彰 为中国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 做出杰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 由海外华人 于2014年发起 每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的同一天 在洛杉矶举办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